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东义和一位韩国来的李东义同时为英国女王陛下诊病 巴顿博士向他们二人询问具体的情况 曾义一伸手 李大夫先请 李东义也没客气 想了片刻 沉生说道 女王陛下得的确实是热病 只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复杂 因为女王的年纪大了 体质衰弱 各个器官也有些衰竭 我刚才诊脉的时候 感觉到她的胃气非常弱 极尽于无 皇帝内经有云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死 现在治病的关键是先恢复女王的胃气 胃气症 则其他脏腑就能正常发挥作用 依靠自身的抵抗力把病邪驱逐出去 听了这话 曾义倒是点了点头 这个李东义倒不是浪得虚名之徒 诊病很准 也完全切中了病症 女王现在的问题就是胃气虚弱 用西医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胃脏器官完好 但功能衰竭或丧失 但是这一篇大论 巴顿听不懂 有点晕了 这些中医里的名词他根本就不懂 只好问道 那你说一下治疗的方案吧 李东义的神情就凝重了起来 这个方子不好定啊 女王陛下的呕吐症状那么明显 药一入口就会被吐出来 吸收不到药力就无法达到治疗的效果呀 如何在这个方子里加入止吐的成分 又不破坏整剂药的效果 这个度很难把握 而且现在的女王胃气虚弱 也受不了猛药的杀伐 药性还要平和 再有一个问题 就是药的分量 胃气虚弱的人吸收药力的效果本来就很差 如何能让这副药一入口就立刻发挥出止呕的效果 从而让整剂药顺利入味 这也是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李东义权衡再三 终于拟了一个方子 写完之后又删改了好几遍 最后才拿起来说道 可以先试试这剂药 如果顺利的话 三天之后胃气就会有所恢复 到时候我再下一剂中药 必定会快速治愈女王陛下 巴顿拿起来只看了一眼 就把那方子还给了李东义 对不起 女王陛下不用植物药 要知道 女王陛下的地位虽然不如以前 但好歹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不可能随随便便什么药都入口 巴顿作为女王的私人医生 她的职责就是负责审核所有的治疗方案 只有经过她的审核 确认安全之后 方能进行治疗 李东义现在给了她一剂中药的方子 巴顿连看都看不懂 又怎么能来做这个审核呢 况且女王本身也不相信中医 就算巴顿能同意 女王也不能同意啊 李东义就有点皱眉 感情自己这半天是白费劲了 好不容易斟酌出了一个方子 病人又不用 他沉思片刻又说道 那就使用针灸吧 针灸在欧美是被认同的 巴顿就没有再反对 但还是说 只能使用小号的针 而且不能留下痕迹 女王陛下过几天要参加阅兵仪式 李东义连连连摇头 小号针很难达到治疗的效果 巴顿却很坚持 这是底线 不能让步 王氏非常注重自己的形象 虽说针灸用的豪针 一般不会留下针孔和瘀痕 但还是谨慎为上 万一留下了痕迹 被各路记者拍到了 到时候又是一场风波 李东义有些憋气 我一个寒医制定的治疗方案 竟然要你一个西医来审核 牧师来定和尚要念什么经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吉吗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闷闷地说道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巴顿就把视线转移到曾义身上 问道 曾先生 你有什么看法 就听曾义说道 我同意李大夫的说法 在这一点上 曾义很大度 他虽然看不惯李东义 但也不至于去贪李东义的功 那家伙枕脉功夫确实扎实 这年头也没几个人 能有这种枕脉水平了 他也算是很难得了 李东义再次冷哼了一声 心说 量你也讲不出别的说法了 我的枕脉方法是祖传的 这次又枕得特别仔细 方方面面都权衡到了 岂能诊错 就听巴顿博士又问道 那曾大夫有什么治疗方案呢 女王可是不用植物药的 巴顿又把这事强调了一遍 就见曾义笑着问道 那女王陛下喝茶吗 嗯 喝茶 那就没有问题了 这病我能治 曾义打开行医箱 从里面取出一个茶叶桶 然后说 我的治疗方案很简单 茶叶时刻 煮好服用 这下不光是巴顿 就连李东义也是一脸惊讶 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喝喝茶也能治病吗 还是李东义反应快 他说道 女王陛下现在呕吐得非常严重 怕是曾大夫的茶再香 女王也喝不下去吧 巴顿点头道 是的 女王陛下现在什么都喝不下去 曾义却笑着摇头 我这茶叶非比寻常 保证女王陛下喝了不会吐 而且一喝就好 这么简单的治疗方案 巴顿博士不愿意试一试吗 巴顿就琢磨了一下 不管能不能治病 只要曾义能让女王陛下 把茶水喝下去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了 他就点了头 好 可以试一试 但不知道疗程需要多久 多长时间才能见效 曾义抬起手腕看了看表 不用太久 一记便可 如果现在开始煮茶的话 半个小时后 我想女王的病情 就应该有所好转了 巴顿差点把眼镜叠碎 不会吧 一记茶汤就能把女王的病治好 这是什么茶呀 是被施了魔法的茶吗 就听李东义狠狠地说道 曾大夫 你这是在治病救人 你要为自己所说的话负责任 李东义狠狠狠的 很是不爽 我开出的方子已经是斟酌再三之后的结果了 完美到不能再完美 但想要治好女王的病 尚且需要好几天的时间 你居然说拿一点茶叶就能治好女王的病 你这还是茶叶吗 你不会是来卖大力丸的吧 巴顿博士的脸上 也是写满了不信 就算是特效药 也没这么快的效果呀 曾毅并不辩驳 有没有效果一事便知 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不会耽误到 女王陛下的重要公务吧 李东毅可不打算放过曾毅 曾大夫 女王陛下可不是你的实验品 作为开处方的大夫 应该明确告知患者疗程的期限 曾毅心里就有些生气了 这个李东毅呀 今天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却步步紧逼 非要吃一个难堪吗 他说道 如果半个小时无效 从此我改学寒意 李东毅等的就是这句 他闷横了一声 不再搭理曾毅 他放过了曾毅 曾毅却不愿意放过他了 如果我的治疗方案 半小时起效果了呢 李东毅也不示弱 那从此我改学中医 曾毅心说 就你这德行 你想学中医 中医也未必会收你 我们中医可不收你这样 欺失灭祖之徒 他说道 学中医就免了吧 李东毅盯着曾毅说道 如果你的方案 能在半个小时起效 我今天就从这城堡 走回王宫去 旁边的燕荣 此时发出一声冷哼 全是不屑和蔑视 听李大夫这严肃的口气 我还以为 你要从这里游回韩国呢 李东毅的脸上 立刻就布满了黑气 他今天已经被燕荣 戳了好几刀 而且是刀刀见血 他一扭头 索性不理燕荣 信说 你们就等着一起学寒医吧 我三岁学医 七岁就熟识 所有药材的药性 这茶叶 要是真能治好女王的病 我就把整本本草钢木吃下去 巴顿却是很严肃的摇了摇头 其实从城堡走回王宫 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这样很不好 我们还是认真谈一下治病的事情吧 曾先生 你的治疗方案都需要什么东西 我现在去安排一下 曾义把那桶茶叶递给巴顿 我需要一套煮茶的工具 巴顿就吩咐凯琳留在这里招待曾义一行 自己则捧着茶叶桶出去了 过了足足有两个小时 巴顿才重新返回 后面跟着一名女仆 手里捧着一套煮茶的设备 曾义心里很清楚 巴顿博士这是去检验茶叶的成分去了 茶叶是曾义带来的 巴顿肯定不放心 必要的检验还是要做的 巴顿一进来就笑着说 曾先生 你要的煮茶设备 我已经准备好了 茶叶他已经检验完了 就是很普通的绿茶 毫无出奇之处 曾义站了起来 好 那我们就开始治疗吧 重新进入里面的房间 女仆就把煮茶的设备在床边放好 然后开始点火烧水 众人坐到一旁的椅子上 等待水烧开 燕容站在曾义的身后 脸上有一些忧色 他挤兑李东义的时候很解气 可是挤兑完了 他还是有些担忧的 用茶叶来治病 他也是从来都没听说过 过了三分钟 就能看到容器里的水起了水泡 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李东义 看着曾义那一副 神态悠闲的样子 心里就来气 他不怀好意地提醒道 曾先生 是不是现在开始计时啊 曾义没理他 问燕容 计时多久了 燕容脸色一板 已经五分钟了 李东义有些郁闷 本来是想戳对方一刀 没想到自己到时时的受了一剂闷伤 等着水完全煮开 曾义说道 茶叶先不煮 加一杯水再煮 女仆就往里面又加了一些生水 沸腾的水立刻安静了下去 燕容的眼睛虽然是盯着那边的煮茶容器 可嘴里依旧没有放过李东义 就听他说的 李大夫 我们再让你五分钟 李东义本来还在想着其他的治疗方法 想一会儿等曾义的茶叶 自己就出手 被燕容这句话一击 她的胸中除了怒火 什么也装不下了 曾义连续让那名女仆 往容器里加了两变水 三沸之后 水已经完全老了 曾义这才点头 现在可以下茶叶了 女仆把良好的茶叶往容器里一丢 房间里顿时就充满了清香 坐在床上的女王陛下 一直很安静 她本来就是强打精神 撑出一副慈祥的面孔 可内心还是有些烦躁的 连续的失眠和排便困难 折磨着她的忍耐底线 但此时闻到茶香 她忽然觉得呼吸进来的空气 都变得异常清爽 而且直透心脾 心中的烦躁之意 顿时就减少了很多 哦 好香的茶 女王赞了一句 对女仆说道 把茶移过来一些 她此时心中有一种渴求 想更多的闻一闻着茶的香气 这种茶香让她觉得胸中舒畅 女仆就把煮茶的设备 往床边移了移 女王陛下深深地嗅了一下 问道 这是什么茶 曾义回答 将军茶 女王陛下还是那副慈祥和蔼的面孔 微笑着问曾义道 这茶我可以喝吗 曾义伸出手 女王陛下请便 那名女仆就拿出一支精致的玻璃杯 舀出一些茶汤 盛了进去 然后恭敬地递到女王面前 女王神态优雅地接过杯子 闻了一下 随即举到嘴边 轻轻地抿了一口 众人的视线 齐齐盯在了女王的脸上 巴顿博士神情专注 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 仔细观察着 女王喝下茶水的每一个细节反应 燕蓉的手指此时也不由紧紧地 攥在了一起 他在心里祈祷 别吐啊 可千万别吐 而李东义的嘴角则是露出一丝得意 信说 马上就要吐了 曾义心中则是在暗叹 王室历经千年不衰 果然是有道理的 这位女王陛下虽然是生病了 但举手投足之间仍然是一股王室风范 每一个细节都是那么从容不迫 女王喝下这口茶之后 就感觉一股暖意直入胃中 非但没有想吐的感觉 反而觉得胃中舒服至极 女王微微寒手 好茶 然后又喝了第二口 李东义的脸顿时就有些难看 不会吧 真的没有吐 而燕蓉激动的都想去抓曾义的胳膊 她刚才的心情实在是太紧张了 连续几口茶喝下去之后 女王的肚子里突然传来咕噜咕噜的响声 随即她的脸上就稍稍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然后屋子里发出嘶的一声 这声音虽然不大 但屋子里的人都听到了 巴顿博士此时大声叫了起来 魔法 这肯定是魔法 她的神情非常激动 作为一名医生 她最清楚这两种声音所代表的含义 肚子里的咕噜声说明胃恢复了活力 而放屁声则说明肠道再次具备了正常的排泄功能 出现这种情况就预示着病人很快就能正常排便了 神奇啊 太神奇了 巴顿博士就觉得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从头到尾他亲眼目睹 在女仆煮茶之前 女王还病得相当严重呢 可当茶煮好的时候 呕吐和排便的问题就解决了 从头到尾 曾毅甚至没有碰女王一下 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眼前 除了魔法 你还能找出什么理由来解释呢 而李东义有些失魂落魄 同样是中医 他却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杯茶喝下去就能让女王的病情来了一个180度的好转 但他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魔法 绿茶确实有轻辟开胃的功效 只是他看不明白曾毅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能让女王不再吐出喝下去的水 巴顿拽住曾毅伸出大拇指激动的称赞道 魔法 你就是来自于中国的魔法师 曾毅摇了摇头 这不是魔法 是中医 巴顿此时也顾不上跟曾毅辩论这些 他来到女王的身边 仔细询问了女王喝下茶之后的反应 然后认真地记在了病例上 得知女王说自己现在肠胃活动频繁 已经有了一丝便意 巴顿更是高兴赶紧安排人过来 心想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女王去主持过几天要开始的阅兵仪式就不成问题了 出了女王的房间 巴顿仍旧非常兴奋 他拽着曾毅的胳膊 曾大夫 你是一个神奇的人 曾毅又重申了一遍 这一点都不神奇 这就是中医 巴顿不相信 这绝对不是中医啊 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固执 把什么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 在他们眼中 药就是药 茶就是茶 茶属于饮料 怎么可能是药品呢 再说了 喝茶也不能治病啊 李东毅还是一脸的困惑 曾毅都把女王的病治好了 可他还是没有想明白这个治疗方案的关键点在哪 他想去请教曾毅 但又拉不下脸 好歹自己也算是寒医第一高手吧 再想想吧 你自己的水平肯定是能想明白的 巴顿拽着曾毅 打听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 什么功夫啊 预言啊 占卜啊 风水啊 这一类的事情 搞得曾毅很没有脾气 他强调了好几遍 那就是中医 可巴顿就是不信 过了半个小时 凯琳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王陛下睡着了 让我带她向两位医生道谢 并邀请两位今晚就住在古堡里 巴顿大喜 女王陛下睡着了吗 这太好了 这个月以来 女王烦躁失眠 就没有好好的睡过一觉 没想到一杯将军茶 竟然治好了 女王陛下所有的症状 这还不是魔法吗 至少在巴顿博士看来 西医里面就没有一种药 既能通便 还能止藕 更能安眠 凯琳说道 是的 睡了 睡得很安静 巴顿搓了搓手 又追问道 那刚才的排便情况呢 凯琳回答 已经顺利排便 解除造石两枚 太好了 太好了 巴顿再次兴奋起来 对付女王的这些病症西医 并非没有手段 只是女王的年纪太大了 身体代谢功能衰退 而且器官老化 经不起那些治疗手段的折腾 王室随即在城堡安排了酒宴 招待曾义和李东义一行 酒宴在王室的一间小宴会厅里举行 凯琳和巴顿作陪 是中世纪的那种长条餐桌 上面悬挂着巨型的水晶吊灯 每一件餐具都非常讲究 餐厅四周的桌子上 还摆满了不少来自中国的瓷器 环境很棒 可这饭菜的口味 就令曾义有些皱眉 按照流程 一道一道的上菜 开胃菜 前菜 正菜 但是没有一道菜和曾义的胃口 吃过饭 曾义就告辞 他必须赶回去 因为沙茂团晚上是不允许外出的 巴顿却连连摇头 晚上几位一定要住在古堡 女王的病虽然有所好转 但仍在观察期间 需要曾大夫在一旁进行定夺 曾义很耐心的说道 女王陛下的病已经无大碍了 只需要停用所有药品 吃一些易消化的食物 调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恢复健康了 另外 每天早上起来 最好喝上一杯姜军茶 可巴顿还是不同意 我代表女王陛下 诚挚地邀请你晚上住在古堡 请你一定不要拒绝 曾义没法拒绝了 他知道 巴顿坚持要留自己下来 是怕女王的病情会出现反复 做医生的 不怕病去如抽丝 就怕回光返照 尤其是这个病人的身份 还不普通巴顿博士身上 担着一份责任呢 曾义只好答应了下来 盛情难却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东义也厚着脸皮 住了下来 他不相信一杯茶 就能治好女王的病 所以要留下来 要留下来等着 看明天是否会发生变化 长天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